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马钓学堂 今天咱们扯点闲篇,跟大家聊一下叶子戏 在明清两代这几百年间 是如何从马钓牌发展到各种形形色色的纸牌 再发展到麻将的眼镜历程 我们知道叶子戏早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 他的发明大概是受到了贝叶经的启发 因为当时僧人们把佛经抄写在一种叫做贝叶的树叶纸上面 称为贝叶经文,聪明的赌徒可能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 他们也把数字和图案画在树叶上 用来比斗大小,决定输赢 于是就形成了叶子牌 这以后所有用叶子牌来进行的游戏都成为叶子戏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同仓公主 她玩叶子戏非常的上瘾 经常邀请王公贵族的眷属们到她家里打牌 晚上甚至还会捧出叶明珠用来照明 风霄打蛋,乐此不疲 不过可惜的是唐宋时候的叶子戏的玩法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连一种玩法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甚至连当时一副叶子牌有多少张 长什么样子都已经够多一支 网上有些文章经常说 宋朝的欧阳修、李清照等都是打马跳牌的高手 堪称赌神、回赌神 甚至还写了打马跳牌的专著 确实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 宋朝流传下来的打马佗经、打马佗律 这个书籍,甚至宋朝还有杨大连写的马雕经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一下这些书籍 就会发现他讲的马雕牌 和叶子戏的马雕牌 完全风马流鼓相接 甚至也不是打牌 而是一种棋类游戏的谱子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成套的叶子牌 就是水浒叶子牌 有关它的记载出现在明朝中叶 大概是成化红字年间 但是当时还是没有叶子戏玩法的记录 要等到晚明时期的万历年间 才能够看到关于叶子戏玩法的记载 叶子谱就记载了马雕、豆腐、扯章等等这些叶子戏的玩法 它们正好属于几种完全不同的游戏类型 其中扯章是最简单的 它就相当于现在的排酒和豆牛牛 没有豆排的过程 就是简单粗暴的比较大小 但是在扯章当中可以选一张牌来作为火叶 这张火叶会以一做二 一张当成两张用 比如扯三 就是每个人会拿到三张牌 你从当中选一张牌作为两张 可剩下的两张分成两副牌 这个火叶就在第一副牌里面 也在第一副二副牌里面 它就组成了两副的两张牌 用来和对手比较大小 就像排酒一样 不过排酒它是四张牌 你把它分成两副牌 每副两张 而扯三张是只用三张 要把它分成两副两张的牌 其中一张是作为两张用 扯五张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把一张作为火叶 而剩下的四张分成两副牌 这张火叶就在第一副当中 也在第二副当中 你组成对你最有利的牌 去和对手比拼大小 而斗火牌呢就比较高级一些了 它有点类似于相对的斗地主 已经出现了报纸顺紫这样的玩法 每次可以挡出一张牌 或者三张到五张牌 马调是众多叶子系玩法当中 唯一用到全套四十张牌的游戏 可能当时有很多游戏 会用到四十张牌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马调 打马调每次限定只出一张牌 不光是有胜负输赢的设置 而且玩家还会受到赔法规则的约束 如果你打牌打的不好 导致了别的玩家输牌 你可能还要替别人赔偿 晚明时期叶子系的玩法 种类非常繁多 除了这里说的马调、豆腐、扯章 其他还有像混浆、打海、游户、上楼 豆蛤、看豹、扯章、墨盒、碰盒等等 诸多的名目 不过大多数玩法已经看不到了 没有留下相关的记录 而有的可能是同一种游戏的不同叫法 还有的估计是某一种类型游戏玩法的总称 它可能有很多具体的玩法 比如我们后来从清朝人的记载里面 就可以得知混浆是三十张牌游戏打法的总称 游戏是六十张或者六十张以上 臭牌有叶子系玩法的总称 进入清朝官员、读书人还喜欢玩马调以外 基本上民间就是游戏牌一统天下的局面 比如说在扬州画坊路里面记载的石湖、花湖、游戏 《红龙梦》里面薛潘、贾珍还有像凤姐、鸳鸯、贾母他们打的都是属于游戏牌 他们十番、妖番以及晚清时候许多小说和笔记里面出现的 说湖、老河、花匠甚至后来的麻将都属于游戏牌这个系统 大多数甚至还是属于碰河牌这个系统里面的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马调是取乘马的意思 在陆地上骑马需要有马路 所以打马调就是有章法的能力 需要遵取一定的规则限制 而游户是不需要坐船的意思 海里、水里 船在水面上可以自由转环进退 更加的自由自在 也有人把游户叫做游武 也就是游武瓦 说的意思就是打这个牌没有出牌限制 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红龙梦》当中最有名的就是 《红龙梦》、《红龙梦》 其他的应该都在这两种难度 我们先从资格最老的豆虎讲起吧 豆虎也叫看虎 他在明朝时候在江南地区 女孩们当中流行的一种叶子戏 名字据说是来自于孟子里面 《红富博虎》的典故 教育女孩子们要坚毅勇敢 武得充沛 学习花木兰、提索 这些榜样人物的中校精神 虽然冯富是个男的 也不知道他和激励女孩子有什么关系 不过写这个游戏 作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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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明末的时候 确实出现了很多 很有英雄气概 和民族气节的女子 比如说吕将军 在这个时期特别多 有秦良玉、沈云英、 张凤怡、张国珍这样的女将 即便是在妓女当中 也产生了柳柔寺、李湘君 这样的忠贞、杰烈的女子 叶子谱的作者 也是从南京的几个女孩那里 学会了豆腐牌的玩法 那说明当时这个牌 确实在女孩子当中很流行 豆腐牌的牌具呢 是马吊牌的一个纸籍 它只有30张 是从40张马吊牌里面 取了11张文墙 9张锁子、9张万子 和十字门当中的一张千万 总共30张牌 也就是说保留了万子、文墙 三个花色 而十字门不要了 只留下一个千万 如果是两个人玩呢 就每人发13张牌 留4张当作底牌 如果是三个人玩呢 就每人9张牌 留3张作为底牌 每次打牌可以出一张牌 也可以出3张牌 4张牌或者5张牌 玩家之间 斗牌的时候 就采用以大吉小的方式 但如果在没有牌大过上架的时候 知道是一个这样打牌 叫球牌这样 电牌 还是像斗地 像这样 牌大的牌 还是继续出牌 如果参考它的气氛方式 应该是 应该是 我把它叫 电牌 电牌 这个 顺势力 这个 这个顺势力 都可以出的牌型呢 闪牌 如果是三张以上 就包含 报纸和顺势 它有一种特别的主要 第一种 报纸 是三个 发色不同 但是 数字相同的牌型 比如 六万 六所 六千 报纸的牌面 数字越大 这个报纸也就越大 它可以 打小的报纸 第二种 顺势 是由三张到五张 花色相同 数字连续的牌型组合成的 阿顺 阿顺 三所 四所 五所这样 大小的排序是 万子门的顺子 大于锁子门的顺子 锁子门的顺子 又大于文前门的顺子 如果是同种花色的顺子 就是大顺大小顺 但是有两种特殊的顺子 一种是千坨 由千万 九万 八万 组成 这个是最大的顺子 它可以 打其他所有的顺子 而且 打了顺子以后 它的奖励翻倍 如果直接打出来 就是三分 一种是半报 它听起来是报纸 实际上是一个顺子 由空文 枝花 一文 三张牌组成 比报纸要小 但是比锁子和文前门的顺子都要大 半报打顺子的时候奖励也翻倍 报纸也有特殊的报纸 有一个腰报 它由千兵一锁一前来组成 不是三个同样素质的吧 感觉这个腰报 它也不是真正的报纸 打这个腰报 只有用二报才可以打 还有一个杂牌 有空文 枝花 一万 三张牌组成的 箔可以打报纸 打这个腰报 这个就有点 类似于 杂金花里面的 二三五沙报纸 因为空文枝花 一万三张牌它不能形成组合 唯一能形成组合的机会 就是用来杂这个腰报 杂了腰报以后奖励会翻倍 如果用二报打腰报呢 奖励不会翻倍 只是可以打 还有一种特殊的组合方式呢 是由大牌和小牌交替组合成大牌型 其中最大的叫做熊 据作者说 熊 曲子 佛经当中的故事 龙女献猪 刹那之间 转离 成男的一世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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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在困境当中呢更要奋发偷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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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三张牌组成 就是架 由千兵九索空文组织 可以得到六分 接下来是虎 由一索一万九文 这三张牌组成 这个大概又是使用了 太极学说 笔集太来嘛 而且是一加九等于十 比虎稍小一点的是 穷 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动物 就是那个 繁犬旁 右边一个 穷富的穷 二索二万八文 三张牌组成 可以获得四分 再小一些的是穿三甲 由三索三万七文 三张牌组成 可以获得三分 这个豆腐牌呢 玩起来还是有点意思 我觉得比 很多现在流行的 玩法要好玩一些 如果把豆腐牌翻倍 就是用两副 豆腐牌 混到一起 就组成了 墨盒牌 当然 墨盒牌不一定是从 豆腐牌发展过来的 因为 30张牌的玩法统一 叫做混浆 反正混浆 逐渐发展 它的牌数量加倍 就变成了油盒 墨盒牌是油盒牌 当中的一种 它是油 万索前三种花色 一到九 九张牌 总共27张 再加上千万枝花空堂 这三张牌 就有30张 那两副呢 每种两张 就变成了60张 其中千万枝花空堂 这张 这三张牌称为妖头 一万一索一文 这三张也叫妖头 妖头的意思大概就是 既可以当做妖 也可以当做头 可以是最小 也可以是最大 有很多其他牌 玩墨盒牌 最总是需要五个玩家进行游戏 不过其实只有四个人打牌 有一个是专门给大家服务的 它专门发牌 称为靶盒 靶盒的玩家给四个人 每人发十张牌 剩下的二十张牌呢 就拿在手里 等打牌开始后陆续发放 每个玩家补一张牌 就要从他手上的十张牌里 选一张丢掉 放在打过的牌队里 玩家可以三张或者四张铜花顺 组成一副牌 也可以用三张或者四张同样数字的报纸 组成一副牌 或者一个对子加上腰头 或者两个腰头加上一个闪牌 只要凑够三副牌 就狐牌了 如果有两家同时狐牌呢 就以坐刺在前面的玩家作为赢家 而这个墨盒牌打着打着 大家还觉得不过瘾 然后又再一步的发展 把两副墨盒牌混在一起 变成了120张 每种牌各有四张 或者再加一副混姜牌 变成150张 也就是五副混姜牌 或者说豆腐牌混在一起 每种牌各有五张 可以五个人或者六个人一起玩 起始的时候每个人会达到20张牌 其余的牌呢就盖起来 底牌放在桌子中间 大家按顺序 一次摸一张牌 在同时从自己手上选一张牌 丢到牌堆里面 丢掉的牌呢就亮出来 放在牌堆中间 碰盒牌的玩法 跟墨盒牌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 它增加了很多牌 每种同样的牌 都有四张或者五张 它肯定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比如如果遇到三张同样的牌 就叫做砍 也叫做碰 也就是打麻将里面的碰牌 是一回事 如果四张相同的牌呢 叫做开招 五张一模一样的牌 最难得 叫做活招 相传发明这个碰盒牌的人呢 是一个明朝末年的忠义之士 它因为深陷淋雨被抓到监狱里面 百无了奈呢 就发明了这种制裁 消灭时间 就是呢 才用砍 开招 活招 这一个名字 因为 这些什么 砍 开招 活招 都是行训的时候 使用的名字 或和牌的得名呢 因为 打这个牌的行 大家都不出声音 自己打自己的 就要 用牌类 把它攀出来就行 那碰盒牌呢 应该和麻将是一致的 可以 攀着攀着攀着 但是碰盒牌 碰盒牌到后来 就 有的人会加上一些彩头 开始 在里面用那种颜色不同的牌 如果摸到呢 以一张作为两张 或者是它的奖励翻倍 就称为碰金盒 碰盒牌在 明朝末年的读书人当中 就已经很流行了 《红楼梦》里面 就有一次 斗牌的过程 甲母 凤姐 鸳鸯 他们在一起玩叶子戏 玩的应该就是 类似碰盒牌 也可能是碰盒牌的一个变种 反正是碰盒牌这个系统里面的 现在很多那种地方船 他们也是碰盒牌 这个系统里面的 同样使用120张或者150张 有差别的呢 无非就是增加了一些 代表祥瑞的百搭牌 比如说 福禄受洗之类的吉祥话 碰盒牌还有一个变种 是石湖牌 这个牌在清朝的时候 影响也非常大 在有些地方 就所有人都玩这种牌了 比如在 扬州画坊录里面 就记载 石湖牌是四个人 玩 但其中打牌的只有三个 每局都会换一个人 轮流来做梦 三个人打 组成六副牌 就不牌了 每副牌要求是三到四张 同样花色数字相连的顺子 或者三张完全相同的刻子 四张完全相同的杠子 在有一部分石湖牌的玩法当中 还能看到豆腐牌的遗存 比如说在石湖牌当中有一些组合 就和冰袋豆腐牌的组合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架 千兵九锁 空汤组成 而在石湖牌里面叫做老轿 这个轿可能就是架的音转 千兵和老轿 红汤和红汤也是同一张牌 这是在石湖牌里面叫法发生的一些变化 这个虎呢 在石湖里面也叫做虎 叫做虎子 同样的这三张牌 只是到了清朝的时候 他都把钱叫做笔子 这个穷 在清代石湖牌里面就帮帮子 是这样的这几张牌 而穿山甲 在十五百里面变成裙子 还是同样的这几张牌 薄荷牌和碰荷牌这样的纸牌 在形式上 它已经和马钓分道养雕 玩马钓的牌 也可以用来打这个游湖牌 打墨荷牌 但是游湖牌的这个牌具 不能用来打马钓牌 除了它少了十字门以外 它们的形质 大小 文量也发生了变化 当它们同时存在的时候 马钓牌的牌 就比游湖牌 使用的牌 要长而且宽得多 比现在的扑克牌 而游湖牌 逐渐往狭长方向发展 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是马钓牌的图像 和玩法是有关系的 所有马钓牌的图像 它都必须遵循很多规则 比如说哪些牌是画两个人 还有的牌它是女人 因为它有很多银牌的计算方法 就和图像有关 不光是和数字有关 游湖牌是和数字有关 你要找到连续的或者是相同的牌 来搭配 久而久之 游湖牌上面的图像就消失了 就被取消了 第二是因为游湖牌的数量多 就导致它的成本变高了 不逆于普京 而且新潮特别 通常都穷人比较多 如果做成窄小的样子 就只能画牌面的数字 也不用图像了 这样也可以降低成本 第三来是每个人 其实抓到手上的牌 变得越来越多 碰盒牌你需要抓20张到手上 牌做得狭小一些更方便手持 我们再来看一下骨牌的指牌画 因为指牌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 这个油湖牌系统的指牌 当时在清朝乾隆年间据说是 不管是再偏远的乡村 上到80岁以上的老头 嫁到8岁以下的孩子 都懂得玩碰盒牌 墨盒牌 这就导致骨牌 你要注意 叫做指牌人 骨牌的历史也是远远流长 从宋朝的时候 从宋朝的时候 就把它系统化 法律化 官方制定了 32张的宣和牌 但因为纹牌全是对子 5牌按点数也凑成了对子 真正的牌种只有21种 把这21种牌翻5倍 就变成了每一种五张的老盒牌 也叫碰盒牌 它的玩法就和纸牌的碰盒牌完全一样 就只有点数的区别 玩法都差不多 老盒牌后来又发展出了 花匠牌 它是在老盒牌的基础上 把一些特殊的牌 像天地人和这样的牌 作为匠牌 扶到以后奖励会翻倍 或者把其中某些牌上面 加上花纹装饰 摸到以后 一张做两张 或者也是奖励翻倍 就变成了花匠盒 后期它的玩法逐渐增加了更多花样 也有在105张花匠牌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只有装饰或者吉祥文字 没有点数的听用牌 叫做如意君 当时这种鲜河牌 来玩碰河的牌剧 纸牌画的固然很发达 骨牌形式的也在继续保持 骨牌先变成了纸牌以后 扩张了5倍 变成了老盒牌 而反过来又把老盒牌做成了骨牌 玩法肯定还是一模一样 因为在比较富裕的人家 或者是茶楼祭义院这样的娱乐场所 应该还是以骨牌的形式为主 而在骨牌当中按鲜河牌的玩法 和骨牌之间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天九第八 人七额五这样的关系 再加上10种骨牌 只有6个点数 比如说在一副鲜河牌里面 骨牌9点的图样就有2种 6点加3点或者5点加4点 都是9 那在老盒里面的话 它的9点就有10个 8点也有10个 文牌就变成了一副鲜河牌 所以它这样肯定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打发 比如在晚清的时候 有本就是《九尾河》的小说里面 就有一段打老盒牌的名秀 所以它们碰的是105张的老盒牌 所以这个老盒牌也是碰过牌的 作者还很有些瞧不上马雀的意思 马雀就是马甲 它说打马雀的人 连黄河镇也不懂 更不要说八经三梦的老盒 黄河镇也就是什么八经三梦 我现在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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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麻将应该就是骨牌和纸牌的河流 骨牌这个系统和马吊牌这个系统的河流 因为纸牌毕竟是牌类游戏里面的大宗 普及度比鲜河牌大的不是一心半点 将原自马吊牌系统的纸牌做成比较精致的立体硬牌 肯定可以提升娱乐场所的档次 也如果在家里买一幅的话 也能够彰显贵客的身份和地位 于是麻将的形成就是把120张的碰和牌移植到骨牌上面 数字牌保持不变千万红花白花 因为千万在碰和牌里面就叫老千 而到了麻将里面呢 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百万万万之类的 这千万就刚好和东南西北封里面的 这几张封牌组成一个中字 于是就得到了一个红中 因为千万本身也是红色的 这个枝花呢在碰和牌里面 它变成了红花 虽然是红花 但是因为枝花是一枝花树 本来看到的画像 花呢只是一个朵朵 叶子的图像可能更明显 马吊牌里面的名书是花十个半 所以这个红花它其实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绿叶 到麻将里面大概就变成了绿色的发财 而白花呢本来就是一个空堂 什么也没有 到了麻将里面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白板 而四张封牌的来历呢大概是从老河牌 花匠牌里面移植过来的 类似于天地人和之类的 而且花匠当中会出现没有点数 只有花纹装饰的竹艺牌 而这个梅南竹菊春夏秋冬 龚河湖酱像这样的花牌 大概也是直接从花酱牌移植过来的吧 顺牌历 顺牌 中原木 偶尾 一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